大家我是安阳 我是上杰 今天是12月25号 现在是早上 我们打算出发去奶奶家干活 哇这个菜园子 今天早上打了好厚的这个霜 菜园子都雪白雪白的 这个白菜本来还长得挺好 被狗咬成这样的 那地上都是白色的 好冷的这会儿 好像应该要搞点什么 保护措施才行的这个菜 因为这个叶子上面 这样一直打霜的话 容易冻死 不过今天没时间了 先出发了 买个早餐吃 我的手指尖尖 你不是戴了那个手套吗 那个没用 缩风是吧 戴上手套 开始干活了 现在太阳 晒到身上又开始暖和了 只要不吹风 对 我爷爷已经扛着锄头走了 从这里 开始要挖坪 挖坪之后 才能 起这个墙 现在开始修了 修一下路 开始挖了 这个土还有点硬 把你几块砖过去 一边挖 一边放砖 那就放得好一点 哪个地方矮了 又是挖一点 哪个地方高了 又甜一点 刚刚又商量了一下 决定就按照这个最低的地方 这样子挖过来 挖坪 不按那个台阶来了 按台阶来的话 等一下一直在修台阶 往连通过来 第一层的砖就放好了 就放到这里为止 这个空档的话 到时候就放一些刺啊 竹子什么的挡一下 因为这一块的地势比较松软 如果放砖的话 容易垮掉 这个地方有个台阶 放两块那个红砖 给它填一下 填的一样高 就平了 就可以和这里接起来 还高了一点 再缠掉一点 可以了 可以了 我爷爷又换了一个衣服了 早上那会儿太冷了 穿的是厚棉袄 现在温度高起来了 就换了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你们俩穿的颜色是一样的 哈哈 把鸡蛋切成小时 放入鸡蛋 炒鸡蛋 加入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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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砖已经搬完了 现在搬这边有点累了 搬不动两块了 奶奶来叫我们吃中午饭了 那个房间里面还冷一点 外面有太阳特别舒服 我们直接搬到外面来吃了 一个鱼 一个鸭 一个青菜 吃完饭了 开始干活 好 切完了 爷爷说可以了 要把那些砖搬一下 现在去挖土了 把之前种红薯的地挖一下 要开始种土豆了 种马铃薯了 开始挖土了 这个地好像是沙土地 种土豆的肯定了 还比较好挖 比较松软 跟我家那个菜地 我们家那个菜地是开荒 这里是之前就种红薯的 还挖到了一个红薯 被你挖断了 你看 不是我挖的 本来就断了是吗 我自己断了 这里挖到了一个大的 这个好大呀 杨师傅挖的热火朝天的 外套都脱了 外套都脱了 好大呀 对 好大呀 好大呀 这就不太想要 这就不太想要 好大呀 我再想要 这就带你 来 我再想要 挖完了吗 刚刚又把所有的土挖完之后 全部都平了一遍 就是让这个地看起来不是那种凹凸不平的 之后就可以种土豆了 还挖到了这么多红薯啊 把它放到这个厨头上面带回去 我一个人拿不了 可以了我拿这两个吧 哦你真好 去捡一点生菜带回家吃 今天晚上吃 到家了 拿了红萝卜白萝卜还有生菜 自己家的小橘子 还有两个鹅蛋 我给杨师傅一人一个 这里又够我们吃几天了 天黑了 现在做饭 今天吃一个腊肉炒花菜 还有自己家种的这个生菜 从奶奶家带回来的 水嫩水嫩的 那么后又有一个小费 现在看起来 水嫩水嫩的 一体 小 marks 해서 downloaded影片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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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 鸡 酱 吃饭了 今天这个花菜有点多 菜碗装不下 用了一个大盆 好香啊 这个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花菜 好吃吗 好吃 真的吗 好吃 尝一下自己家的这个米 上次吃的那个米 还是我们剩了一点点 买的那个米 今天是奶奶家那个米 那个豆腐打出来的 就感觉有一点点黏 会不会我水放多了 没有 哈哈 那口感挺好的 今天干了一天活 感觉那个人瞬间充满活力 感觉想的太多 就是因为干的活太少了 确实 确实 你干了什么 我负责可爱 你看我一眼 你就有动力干活了 今天那个 今天就在那里干活 那个林芝过来 说上街城的跟奶奶一样的一味 哈哈哈哈 这个麻将很保暖的 你懂个啥呀 牛奶奶 嗯 你想要还没有呢 我不要做奶奶 我不要做奶奶 嗯 先爷爷说可以 种土豆了嘛 下午饭的那个低就是为了要种土豆的 我们也可以种土豆啊 对 我比较喜欢吃的菜里面 一般自己家的好像就是土豆花菜 然后还有黄瓜 四季豆 四季豆 好像什么都喜欢吃 还有鞋子 自己家的菜就这么多 哈哈哈哈 还有辣椒 都被你熟出来了 要准备种土豆了 不知道那一块地够不够 如果菜地挖出来的不够 我还得重新挖一点菜地才行 还要吃底肥呀 弄点什么复合回啥的 嗯 你看我们家的菜地那么大 嗯 可以做好的就多了 嗯 多买点复合回 过年的时候 多挖几个坑 准备种那个果树 把那个复合回全部湿 底肥湿到那个里面 最近天气不错 明天可以出去逛你逛 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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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